文森高中应该比亚兴 乌鲁常常利用奉害的时间做几天 这件事他靠着困求科技大学 好好享受他的家庭 跟大学协调让乌鲁一共在台下的收费去投广协议 不过他最后选择奉起这个机会 要去台北台下降下 他想说他有一个台北的阿嬷 那因为他另外一个入职在义达科技大学 他想说他想回馈这个社会 利用将来大学毕业之后 能够有机会当社工 用他以前在学校在年轻的时候 过读书的时候 人家对他的一种服务跟照顾 他想用他的行动来服务社会 所以他在选择一档科技大学 二方面可以照顾他年轻的阿嬷 侯丁环乐在台北的生活比较高 在这里一般苏丽台下的收费最少也需要五六万块 对乌鲁跟妈妈来说是一个负担 不过乌鲁也跟他一生有什么 他会这么坚持 又保出来是也可以帮助别人 但是社工要就是比较要专业一点 然后我希望我独社社工系可以专业一点 可以再帮助更多人 因为家里生病 所以我想要回馈这个社会 因为他们帮助我太多太多了 这社工是有的路的望向 未来社会专业忽然就能帮助竟家庭 留学家庭 看着自己的家庭 这么严谨想要回馈社会 学长非常感动 也希望能协助他在台北特赛 他家庭经济不是很好 所以我想等他到学校住报到之后 可能会利用各样关系 跟一达科技大学人做个反应 毕竟这个孩子家庭经济不是很好 因为他家里是资源回收的一个家庭 爸爸又不在了 那么家庭的负担真的很重 因为私立的科技大学真的学会很高 所以我想账顾在自己的学生身上 我必须要一不容辞去做这件事情 在心中过程中 常常受到社会的帮助 让一个高中心坚持自己的望向 不管有多辛苦 也算到要去台北特赛工会 就是为了帮助社会 尽管需要帮助的人 有的路让大家看到的 不然是他的坚持 也让大家看到他对社会 某某的爱心 既然国庆平 彩虹博德